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带领九架轰炸机 参与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协同作战 和人民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战 去轰炸联合国军盘踞的朝鲜大河岛 那这样一个任务 他们能否成功呢 对于高岳明和他的战友们来说 他们的行动将改写一段历史 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他们献出宝贵的生命 1951年11月29日深夜 万来聚集 志愿军空军第八师 第24团一大队大队长高岳明 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这个十二岁参军的山东汉子 很多惨烈的场面都经历过 可写遗书却是第一次 第二天清晨 他将要带领九架土二型轰炸机 前去轰炸联合国军盘踞的大河岛 此一去或许有去无回 但此一战又势在必行 大小河岛是敌人的一双眼睛 影响我们朝鲜战争的前进的战略部署 所以我们要决心把敌人大小河岛炸掉 作为敌人的眼睛 位于朝鲜西海岸的大河岛 距离我们的鸭路江口岸 最近的距离仅有约70公里 这个大河岛是当时实在也在鸭路江口的 美国和南韩在鸭路江口设计了雷达 设计了监听战 对我们非常无力 我们飞机从那里起飞他就知道 大河岛上美军搭建了先进的雷达和窃听设备 可以实时为美机轰炸提供情报支持 时刻威胁着中朝两国的民用和军用工业基地 而且也不仅是世界没有人 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很大 因为这个人他即时通报 我美国飞机来偷袭我们着陆飞机 我们一般着陆飞机速度减慢 为了拔掉这颗毒瘤 志愿军司令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实施陆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 攻占大河岛 轰炸机先进的联合作战 沿回地面部队 这是特天荒的 这是康姆元州战争上第一次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 1951年11月 志愿军轰炸机部队 先后对大河岛进行了两次空袭 摧毁了岛上的许多重要设施 但是结果却不像想象中乐观 为了彻底肃清威胁 志愿军空军决定 再一次对大河岛进行轰炸 新一轮的轰炸任务 交给了高岳明大队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了这样一位嘉宾 他是当年高岳明的亲密战友 他们曾经并肩战斗 共同参加了 新中国第一次陆空协同作战 和多几种协同作战的志愿军老飞行员 杨祝奎 我们掌声欢迎杨老 杨祖锤 让你们问好 今天想请您跟我们聊聊 咱们这个轰炸机大队 尤其高一鸣大队长相关的故事 高一鸣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 师哥 师哥 而且是大师哥 大师哥 他应该是抗日时候参见的 打过日本鬼子 像当时的汪海 刘宇齐 张继慧 都是老航校培养出来 但是他们都是从陆军来的 所以高一鸣的也不例外 杨老 您们主要开的是轰炸机 学这个轰炸机跟这个尖机机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咱们轰炸机有什么特点 轰炸机它唯一的作用 就是去带着你炸弹 来去那个攻击所有你攻击的目标 但是他不能够空中做剧烈的剧烈的动作 更稳一些 你像尖机机它可以做特技 对不对 什么翻滚 什么药声 它都可以搞 对对 红炸机不行 红炸机你转弯都要有一定的坡度 超过就不行 因为它这个体积大 它有它的载弹量大 载弹量多 对不对 所以红炸机的组成人员就比尖机机人多 像我们那时候的红炸机是四个人 四个人 都是什么指头 有飞行人员 就是飞行员 开飞机的 飞机的 飞行员的后边就是这个领航员 领航员就是负责领航 对不对 上哪去 它就对地图熟悉 地形熟悉 然后还要负责红炸 另外的红炸机身就有一个通讯设计员 还有一个设计员 通讯设计员是包括空中联络 通信 通信 然后通设计员还有一挺轻 他也有责任对敌人反击 如果敌人攻击轰炸机 他就反击 而下面这个设计员就专门负责 对下的这个飞机下方的设计 所以结合这些特点 高岳明大队长 咱们带着这个轰炸的大队 其实他作为这个队长 他的一个组织啊 管理啊 包括我们出去执行任务啊 协调配合 他的指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高岳明这个人呢 我们总得感觉这个人很 很沉稳 很稳重 不耐 不怎么爱言谈 他对我们这个飞行当中的 出现的问题啊 他好像观察的 还是比较准 那时候就不是 不是不爱说话 沉稳那样的 相当严厉 严格的 严格的批评 严格 这点是严格 再一点 就从 从谈战当中 他的指挥来看 这个人很果断 我没有这个 悠悠意义的 吃吃着物 干脆利索 就是几个字 远离祖国的志愿军战士 在阵地上 庆祝1951年的国庆节 1951年10月1日 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战员们 换上干净的军装 欢歌跳舞 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 而这一天 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上空 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轰炸机大队 首次参加了国庆阅兵 带领志愿军空军第八师 第24团一大队 飞过天安门广场的 便是高岳明 阅兵结束 这位年轻的轰炸机大队长 和战友们 被邀请到了中南海做客 在这里 高岳明见到了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和周恩来总理 他们参加阅兵 也显示他们的空军的威力 就是这儿 是对空军的实战以后的 威力的一个展示 这是向中央汇报的 毛主席可以很高评价 所以在宴会上说空军万事 毛主席的话 也让高岳明更加激动和振奋 一回驻地 便把主席的话 传到整个轰炸机大队 我们的小时候 那时候还很年轻 感觉领导都这么重视 给予很高的荣誉 当时我们感觉都很骄傲 这份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战友们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位 上级便发布了紧急命令 1951年11月30日 高岳明大队 要第三次轰炸大河岛 这一次 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空联合 多机种联合 旨在彻底瓦解 大河岛上敌人的情报系统 拔掉这根威胁中朝两国的毒刺 11月30日下午 出发的时间到了 冬日的暖阳发出何许的光芒 照在每个即将出发的 年轻的飞行员脸上 高岳明看着35名 整装待发的战友 年龄最大的只有24岁 最年轻的才19岁 其中大部分 学习飞行不到一年的时间 更没有大战的经验 他们能否全身而退 他们又能否再与归来 按照预定计划 第三次轰炸任务 由一大队的9架轰炸机执行 16架拉11间机机 和24架米格15间机机 进行空中掩护 三种机型的飞机 从三个不同的机场起飞 在指定的时间和空域会合 然后相互配合完成任务 11月30号下午2点20分 高岳明带领我军 9架土耳轰炸机 依次升风 飞行员杨大方曾参加了此次行动 他战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到凤城上空 与空二十四团的16架 拉11间机机会合 编成联合作战机群 当我们机群通过鸭路江大桥 进入轰炸航线时 比预定时间还早三分钟 此时我浪投机场空三十七团的 米格十五战机 仍按时起飞 未能感到眼空欲 我及时加大发动机转速 紧跟踪队掌机 保持好准备投弹的一级队形 并提醒领航员 做好投弹准备 可就在此时 巨大的危险已从云层中逐渐浮现 并悄然递击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有飞机 在我们的左右侧下方通过 就是逆方向 我们在往那边飞 它从这边传过来 就发现了有敌情 但是飞机还没有直接攻击我们 它可能是要占领高度 当时是多少架敌机 当时看着它的飞机 根据这个我们估算 也就是30多架 都是什么飞机 都是最现代化的 盆启式战斗机 F-86 接下来我们在专家系 还请到了一位 航空军事评论员 宋新芝老师 想请宋老师 给我们解读一下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 飞到那个 这个作战空域的时候 会提前遭遇美军的 这个F-86这个编队呢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设在大河岛的这些 真听部队和特务部队 它目标就是 首先真控你的 空军出动的情报 而且第一次轰炸 大河岛结束之后 美军专门派人调查 那么高月明 他们这次出动的时候呢 美国人是派了 30多架F-86 他大致知道你有出动 他从汉城方向起飞的 是提前起飞 在黄海上空盘旋等待 然后知道你出动了 他在地面指挥所的 那个计算之下 你一出海 他就已经抵达了 阶级你的位置 就是在大河岛 大小河岛和海岸线之间 他就进入了阶级空域 而且他是低空过来的 低空过来的目的 就是躲避我们这边的 雷达探测 所以就仓促到这种程度 就是完全处在 被敌人偷袭的 这么一个状况 当时出现这个情况以后 那就很明显 我们面对的 就是一个是 作战飞机数量上 超过我们的 第二个就是飞机性能上 超过我们的 而且在飞行时间上 就是作战的经验上 他是三千两千多小时的 我们是一百二百小时的 战斗可目 不过我们才飞四五十个小时 他们远超咋的 所以相差相当大 黄玉明当时 也向地面做了报告 当时 发现地基 大队长说 保持队形 对不对 大队长就发出了 高玉明是很 他很冷静 他很冷静 从这口令 我们都听到了 就是保持队形 这是轰炸机的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这里边很快 因为大队长的指挥 是吧 因为大家都有 个人个的指责 很快就冷静下来 所以我感觉到 我们这个大队在 发现地基 投入战斗的时候 基本上都保持了 这个 惊而不乱 没有乱 空中作战 分秒之差 就有可能使战局 发生逆转 这个时候 高玉明大队长 是率领着 图二轰炸机大队 一方面要硬扛 来犯之敌 同时他们还肩负着 轰炸大河岛的任务 那么高大队长 该如何指挥呢 我们的战友们 又该如何迎敌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此时 按原计划时间起飞 和航线飞行的 米格15间机机 正在奔向预定回合地 而只有性能比较落后的 拉11间机机 担负护航任务 护航的拉11 是苏联研制的活灾时间机机 它的各项性能 和当时世界喷气式飞机中的 翘楚F86相比 还有不少距离 难以对轰炸机大队 构成有效保护 所以空战一开始 美国空军就直奔 我军的轰炸机群而来 转瞬之间 敌机迅击而来 一下把志愿军空军的 机权包围起来 三中队的两架辽机 已经起火 我们发现这个 发现这个 机人之后 我们这个大队长 就接下来高一名 那么下来命令 要我们保持队形 有什么的机动 比如说 我进入战斗航向以后 这个目标战斗 我一定对手进航向以后 我一定保持航向不能动 你明白吗 必须得保持航向去投战 才能是命中 面对来势汹汹的 三十多架底机 高月明却下令 大队全部轰炸机 要尽量保持高度紧缩队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耳轰炸机 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空中的巨无霸 它的最大航速每小时500余公里 可大河岛上空 围剿它的F86 最高航速可超过每小时900公里 单个轰炸机 体积大 动作慢 自卫火力较弱 很难和战斗机搏杀 遇到外部攻击 最好的战术就是保持编队 紧缩队形 组成空中堡垒 大家才有一线生机 红炸机必须保持队形 我想监济机 你可以两个人都互相打去 红炸机只有保持队形 才能够发挥机上的火力 敌墙我热 敌人的飞机多 敌人的飞机快 他想一下包围 一下吃掉 但是我们这些拿起空中的武器 就和敌人进行了反斗 进行了战斗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机枪是不饶不稳的 我们就一直是射击多打又打 美军飞机如草原上的群狼 试图冲散我军的轰炸机群 在分而灭之 作为整个大队的领队飞机 高月明的航迹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面对横冲直撞 迎面而来的美军飞机 迎着秘如珠网的弹雨 大队长驾驶的飞机 坚如磐石镇定自若 在这场勇气的比拼中 高月明身上革命军人的定力 感染着每个战友 敌人左右夹击 中间割断 尾随攻击 穿插干扰 所有的招数都奈合不了这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都搅不乱高月明带领的轰炸机编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大队长就果断地下令 坚决完成任务 那就给你下了死命令了 高月明知道 敌人搭建的情报设施 对于高空轰炸来说 目标实在太小 只有保证密集投弹 反复轰炸 才能造成最大破坏 然而此时 执行轰炸任务的九架轰炸机 已经有三架重弹 飞行员宋凤生 梁志坚 张福岩所驾驶的三架飞机 相继被击中起火后 他们坚决命令机上其他战友跳伞 换取一线生机 而作为飞行员 他们却驾驶着重弹的轰炸机 紧紧跟随着大队长 驾驶着我们着火的飞机 熊熊地燃烧着烈火 还继续在编队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每一位飞行人员都清楚 多一架飞机编队 就多一份保障和希望 可遗憾的是 那三架重弹的飞机 最终没能飞抵大河岛 相继坠入大海 我们所有的这个飞行人员 看到战友牺牲之后 这个勇敢的气 这个勇敢的精人 一放大了 要报头嘛 所以我们也组织 我们自己的火力 跟这些进行互动 您可以看到我这个年轻人 脸上一天没有做过 那一年 刘少基22岁 这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 第一次参战 就用老式螺旋桨轰炸机 打下了一流的喷气式战斗机 创造了人民空军空战史上的记录 我就一心怎么样想把敌人打掉 你今天要打掉我 我就算是光荣牺牲 我不死 我就要把你打掉 我就要想尽我一切的办法 把你打掉我的钱都死掉 刘少基以及所有活下来的战友都记得 那几分钟 对讲机里一直响彻着大队长高岳明的呼喊 保持队形 坚决回击 勇敢前进 刘少基以及所有活下来的战友也都记得 顶在边队最前列的高岳明 一无所惧 身先十足 那几分钟 漫长的好像一个世纪 短暂的又好像转瞬即逝 沧海冲刷 桑田变迁 然而他们共同经历的那几分钟 却深深窃刻入历时 铭记于人心 所以说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制度人 必须把炸弹药投上去 所以在这个作战当中是相当的惨烈 我们掌机中队这个毕武斌 当毕武斌飞机被击落以后 是大队长看得最清楚 高岳明 因为他是他的了解 了解也就是五六十米七八十米看得最轻 所以大队长下令挑战 让毕武斌挑战 他就始终没有挑战 这时候还是跟着大队长继续编 因为他是大队长的又了解 他的这个意思是要带队带着炸弹继续还是要轰炸 但这时候飞机着火很厉害了 同归于尽有这么一种 当时F86冲击我们的轰炸机编队的时候 他就是想把你的编队彻底冲乱 一般情况下 咱们说飞行员怕死 你战斗机一俯冲你就躲 你的队形就没法保持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散个队 形成一个一个的单机 那他就可以出动多架飞机 各自攻击你 你的损失会更大 你可能九架飞机一架都回不来 他们这个编队 高永明这个编队优秀在哪 就是没有一个刀种 全都是紧密编队 掉一架后面扑上 所以他始终保持尾后是一个 强有力的防御火王 如果我们说这个队伍有一丝一毫的 怕死未战 出现了散队的情况 那就是一刹糊涂不可收拾 会被敌人个个击破 这里面就反映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团队是经过陆具锻炼的 懂得在战场上抱着炸药包去 炸敌人碉堡的时候 那种一往无前的惊人 非常值得我们敬佩 谢谢 谢谢冯老师 战友壮烈牺牲 大队损失惨重 但高岳明 这位抗日风火中成长起来的战士 始终沉着镇定 在他的带动和指挥下 在拉十一尖机机的掩护下 大队顶着敌机的密集火力 将一枚枚复仇的炸弹 全部倾泻到敌人阵地中心 牺牲了15位同志 损失了4架轰炸机 还有4架飞机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然决然的 可以说是舍生往死的 去完成了这次轰炸 它没有拦截了我们轰炸的目标的目的 我们达到目标 把敌人的大小海岛炸得一塌糊涂 满山天地都是火海 所以我们完成祖国人民给我们的任务 所以我们讲这次战斗 打得很悲壮也很悲惨 那种照片就是我们在 弘大大河岛以后 回到丹东机场照片 我们机组的照片 我们回到宿舍大家 少到迟到饭堂 原来是36个人的饭 现在生了20个人的饭 心里边大家都 当时都平静不下 再回到宿舍又不睡觉 为啥呢 我们都是睡大炕 原来12个人 现在剩4个 能睡得着 睡不着 要为他们 把他们的仪式 要寄生下去 这才是我们的 这个 战施的 决心 战施的勇气 高与明大队 成功完成了轰炸任务 打掉了敌人的情报中枢 为登陆部队 扫清了障碍 当天晚上 志愿军第50军 成功登陆 一举拿下了大小河岛 最终拔掉了这根 违宽已久的毒刺 战后 大队长高与明 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 荣立一等功 飞行员毕武斌 被追授二级英雄称号 通信员刘少基 荣立一等功 飞行一大队 荣立集体 二等功 老司令员听了我们 知道我们这个战斗过程 他说你们 打得很顽强 你们打出了空军的 这个士气 是吧 就说是你们打得好 作为轰炸机编队 我们首战 你们是成功的 取得了这个胜利 当然 战争就是要有牺牲 牺牲呢 这是难免的 最后来高与明大队长 怎么说的 也会跟咱们大队 再总结 后来大队长呢 在阻止我们 总结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们大队 虽然牺牲了 这么多同志 但是我们完成了 这个任务 这是最重要的 通过这次作战呢 我们下来以后 大家呢 人生地感觉到 一个呢 我们这个大队 在整个的作战当中 确确实实 是发扬了我们军队 这个一无怕苦 二无怕死的战斗精神 第二一个呢 感觉到我们这个 作为全大队来说 我们从这个 一个初战的 这个轰炸机大队 没参加过任何轰炸大队 而且战备训练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能够 遭遇到了这个 这么强大的 我们基本的一个敌人 强敌 没有威缩 没有缺敌 而发扬了我们这个 一次轰炸大河岛的老战士 杨筑奎 刘少基相聚 年轻时一战共生死 如今已是冒蝶老人 他们回忆 在一次起飞前 大队长高岳明 对他们这样说过 新中国刚刚成立 生活还很美好 大家一定要活着回来 好好看看咱们的新中国 如果回不来 也是光荣的 祖国人民会永远 永远记着我们 古都南京 高岳明大队长离休后 一直居住在这 一直到晚年 他都保持着平静内敛的性格 只有家里的至亲 才能看到他性情的另一面 我父亲也会经常 拿出过去 他们这些战友的照片 经常在看 甚至于就是黯然泪下 我父亲在这场战斗中 可能牺牲的同志比较多 所以他可能对他内心 也是感觉到很愧意 所以对这些事情 他基本上也都不在谈 离休前 高岳明一直在老部队工作 他将大半生都献给了 人民空军的壮大发展 爸爸后来在巴士 就一直带着新的飞行员 守卫北疆 首都防空 空天建设 高岳明始终身在第一线 他所在的老部队 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 空中铁拳 是搏击长空新向党 飞行万里不迷航的杰出代表 这支部队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 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 对于我父亲来讲 那些牺牲的战友 是没有看到后面空军的发展 与壮大 但是我父亲必须要把这项任务和使命给完成 岁月不拘 时节如流 他们的后继者 英机长空 翱翔天际 延续着空中亮剑的勇意 续写着自强不息的故事 所有这一切 告慰着行走于大地的前辈 以及魂归于长天的英灵 从大河岛战斗结束 到高岳明大队长去世 55年间 其实大家很少听到 他提及当年这场惨烈的战斗 他也很少提及当年牺牲的战友的名字 大家都在想 高岳明是不想揭开心中那款伤疤吧 2007年 高岳明离开了我们 他的家人呢 把他的一件遗物捐赠给了他生前所在的部队 透过这件遗物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 高岳明另外的一面 那今天呢 在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另外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高岳明生前所在部队的代表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人员 木特发艾利和刘柱 为我们带来这件 首次披露的英雄遗物 你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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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坐到老前队旁边 好 我们欢迎两位飞行人员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带来的 咱们部队保存的老英雄的遗物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带来了一本 高岳明大队长留下的相册 相册里面珍藏着当年 轰炸大阁岛任务的一些照片 老前辈去世之后 他的家人将相册交送给了部队 据他的家人讲 老前辈很少向家人再提起过 那次惨烈的战斗 但是他始终牵挂 怀念着那帮 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一直珍藏着15位牺牲英雅的照片 下面我们有请杨老前辈 为我们报送这牺牲英雅的名字 这是周先宇 曾传心 这是曹新广 这是关文佐 这个是毕无斌 这是张福岩 这是李湘华 这是澹台国军 这是宋凤生 这是王登龙 这是陈义德 这是梁指剑 这边是何国记 这是王岛泽 这是何冲 15张照片 15个名字 15位同志 15张年轻的面孔 但是同时也是 15个鲜火的生命 在那次惨烈的战斗中 他们为国捐躯 但是大家没有忘记 我们肩上的重担 我们团结一心 坚定地 成功地完成了轰炸大河岛的人 所以这本纪念册 高与明大队长一直 拿在身边 一直珍藏 一直珍藏 说明着他其实一直没有忘掉 他的这些战友 这些兄弟 其实这里面也代表着 咱们当时年轻的人民空军 高与明大队 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力量 所以我觉得在他去世之后 家人把这些珍贵的照片 捐赠给咱们部队 也是希望咱们新一代的飞行员们 能像老前辈一样 把精神传承下去 把技术磨练好 成为优秀的空中卫士 老前辈 他们用他们不屈的精神 钢铁般的意志 还有一些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创造了这个大河岛 非常卓越的一次功绩 那么作为新一代的 我们轰炸机飞行员来说 我们如何体现这份传承呢 就是通过我们平时的训练 从严祖训 用我们敢打必胜的硬核实力 去践行我们的初心使命 现在其实说是和平年代 那么难免我们在以往 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 执行西泰远洋远海训练的时候 等我们刚到巴士海峡口 我们是双击编队 然后就抵近侦察 离我们可能也就不到 一个机位的距离 那确实是比较危险了 他用这种方法 同时结合他的 摇摆他的机翼 他还挂着弹 他给你看他的弹 就是想要驱离你 挑衅 挑衅 对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 执着的信念之下 确实后来他发现 怎么驱离都没有用 他就信心离去 我们就顺利地把任务完成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 在太平洋上空 留下我们中国空军的航机 我们的使命在间 我们窥然不动 对 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你们也依然是这样 也依然是这样 我们会永远把这份 光荣的传统传承下去 好 谢谢我们两位 飞行人员的分享 我想当年参加战斗 为祖国奉献出了 自己年轻生命的 这些飞行人员们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觉得我们在这儿 应该用掌声 向这些战士们 致以我们重告的敬意 起立 起立 当年那些弹痕累累的轰炸机 已经陈列于掌管之中 而那些功勋卓著的空军英雄 也都已经步入木面 七十多年来 有人怀着家国的情怀起飞 有人沿着英雄的轨迹续航 没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航程 但是有些人和故事 总会像繁星那样 挥摇在历史的天空 岁月流逝 棉花易老 但英雄不朽 理想长青 等着我寻找英雄的故事 传承不朽的精神 朋友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